这绝对是我看过导博最圣人的恐怖片 该片自上映以来就吸引了无数男同胞 一双杀人鱼无形的眼睛 但凡是被他盯上的人统统没有好下场 本片全程高能 请在家人的陪伴下观看 超市里来了一个奇怪的顾客 他顶着两个黑眼圈除了面包什么都不买 回到家后 他又用胶带封住了所有的缝隙 就连冰箱门也没有放过 似乎短时间内不打算出门 可到了半夜 他突然被清脆的铃声惊醒 男人似乎想到了恐怖的事情 急忙观察四周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还是漏了一处缝隙 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 里面竟藏着一只眼睛 红色血丝瞬间蔓延 吓得男人一头扎进了床底 随着一道怪声响起 一双戏长的乌骨鸡爪缓缓伸了出来 男人惊恐地转过身 等警方赶到时 男人已经成功领了盒饭 紧接着 电视台的记者小美接到电话 来到了男人所居住的公寓 大批警察已经包围了这里 但他一直有个疑惑 男人仅仅只是从楼梯上滑倒 却摔断了整个脊椎骨 内脏都碎了 这让小美产生了强烈好奇 事后他在法医那边了解到 男人的死因是窒息而亡 口鼻里满是污泥 至于原因无人知晓 身为记者 他对这起命案很好奇 带着种种疑问 小美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恰巧看见有个女人总是盯着楼梯口 似乎知道什么内情 小美连忙跟上询问 只见女人走进了死者的房间 一番追问之下 才得知女人名叫小妍 是死者的女友 她们是大学生 因为一次交友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小美正打算详细询问时 却接到了电视台的电话 就在她出门去接电话时 房间里的小妍突然感觉到被人窥视 随后她又听到了清脆的铃铛声 水龙头开始往下滴水 小妍缓靠近 却发现里面藏了一只眼睛 大量污泥从下水管喷出 见了小妍一脸 小妍失魂落魄地逃出房间 不管小美怎么喊都没回头 可是当小美重新走进屋里 水池却干干净净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但小美并没有就此放弃 她来到小妍两人的学校调查 同学们对这件事很忌讳 不愿相谈 他们只是说小妍和男友在交友时 去过一个荒无人烟的村落 后来就听说他们被诅咒了 但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小美又来到了小妍家中探访 小妍妈妈告诉她 自从上次回家后 小妍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话音刚落 楼上的房间就传出动静 小妍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两人撞开门 却发现她把房间中 所有的缝隙全部都填满了 就连眼睛上都贴着胶带 似乎还是看见了可怕的东西 在床上惨叫连连 就这样 一直到了深夜 小妍才终于在医院里平静下来 总算是说出了诗情 那天自己和男友去旅游 听说附近有一处 当地人都不敢靠近的地方 不怕死的两人为了寻求刺激 就悄悄找了过去 不知不觉间 两人来到一条小路上 看见了一块被劈成两半的石头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 这里就是六步卡 在听到一阵诡异的铃声后 他们仿佛穿越般进入了一个村子 村庄里有一个很大的祠堂 两人感觉有什么东西 透过祠堂的窗户在窥视他们 从那之后 两人仿佛就受到了诅咒 那双窥视之谋印在了脑海之中 走到任何地方都有被窥视的感觉 这也是两人把缝隙封住的原因 男友就是因为承受不住才自尽的 但小妍的说法并没有下退小美 她反而更加坚定了探索的决心 于是她也带着男友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小山村 也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们很快来到小妍提供的照片地点 却怎么也找不到小山村 通过比对照片 两人发现小山村已经被水淹没 那小妍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小美打算追查到底 准备去山脚寻找这个村子 可没等她走几步 男友突然脸色大变 让她千万别回头 可随着一声铃铛声响起 小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吓得两人拔腿就跑 但过后两人并没有放弃调查 男友查阅了相关资料 小妍拍到的村子叫屡垒村 但诡异的是 早在四十五年前 这个村子就已经被废弃 淹没在水库之下 小妍难道是穿越时空进入村子的吗 男友小帅找到一本有关屡垒村的书 上面记载着村里有种邪门的怪物 名叫窥视之谋 专门杀人于无形 两人断定小妍他们一定是被窥视之谋诅咒 为了查出真相 他们找到著书人老王 在得知两人的来意后 老王将年轻时的那段经历说了出来 五十年前 老王为了调查窥视之谋的传说 专门来到屡垒村 当时的屡垒村十分贫穷 外人来此都会遭到村里人的排斥 老王挤进周折 才找到一个愿意招待他的村里人 男人是屡垒村的村长 他拿出有关窥视之谋的日志给老王查看 村长说 早在战国时期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假装热情地招待云游旅客 可到了晚上却把他们直接杀掉 夺取财物发家致富 很不幸他的祖上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但恶人自有天收 这些云游旅客怨气不散 会化作窥视之谋 纠缠他们一生一世 一开始 他们只会若有若无的感觉有人在窥探自己 然后窥视之谋就会出现在各种缝隙里 将恐惧化作实体不死不休 就在小美调查的时候 医院里小妍从梦中惊醒 他似乎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通风口突然掉下一滩污泥 小妍惊恐地抬起头 通风管里竟然出现一双眼睛 吓得他慌忙逃了出去 小妍一路躲进树林当中 然而窥视之谋很快追了过来 一阵阴风吹过 地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眼睛 当小美和男友找到小妍时 发现他已经神志不清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然后他被一辆大火车直接撞飞 小美亲眼目睹了悲剧的发生 也开始有些神情恍惚 公司领导批准他回家休息 小美只好来到了男友家 男友不在家 地板上却出现了奇怪的污泥 而柜子后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小美壮着胆子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是惨死的小妍 好在小帅及时赶了回来 他查看壁厨后 表示里面根本没有人 一切都是小美的幻觉 男友意识到什么 连忙让小美离开 这时小美发现男友买了很多胶布 原来男友已经被窥视之谋盯上了 他自知必死无疑 为了不连累小美 他忍着悲伤将小美推了出去 不管小美怎么叫喊都没用 可待在家中的男友也不好受 可听到身后响起铃铛声时 忍不住回头看去 下一秒 小美就听到了屋里的惨叫 男友最终被送去了医院 小美很不解 他和男友其实根本没有来得及进村 为什么还会遇到诅咒呢 小美又一次找上老王 他有预感老王之前肯定有所隐瞒 在小美的逼问下 他终于说出了故事的下半段 其实他那次进入屡垒村 还有更离奇的经历 那天他半夜起来方便 发现村长正在祠堂念经 而村长家的仆人更是拿着饭菜往野外送 老王一路跟踪来到一间神社 而这里面居然藏着一间地下室 老王小心翼翼地进入 却发现有个小女孩正在祭坛旁廊吞虎宴 后来老王才知道 这女孩是村民从附近拐来的 只为镇压冤魂 而这个冤魂就是窥狮之魔的源头 也就是当初被村民杀害的云游者 可当时老王还是个愣头青 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拐卖案 随着铃铛在身后响起 他才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幸好他身后的女孩拿出一条项链 明亮的光芒下 窥狮之魔消失了 救命之恩不能不报 于是老王当晚就带着女孩逃出村子 但正因为这样 村里失去了镇压邪灵的祭品 不久后 他们被诅咒团灭 村子也彻底荒废被水库淹没 而老王之所以能活着到现在 只因他挖掉了自己的双眼 当真是个狠人 而另一边 医院里的男友已经被窥视之谋折磨得不成人样 为了能够得到解脱 他竟用筷子戳下了双眼 当小美来到医院 看着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男友 小美后悔不已 他一下子瘫软在凳子上 然而从这一刻起 小美也突然有了被人窥视的感觉 他缓缓转过脑袋 贩卖机里果然出现了窥视之谋 小美吓得瘫坐在地 可渐渐的 她的恐惧开始转化为愤怒 她不躲不避 大声质问王林想要做什么 话音刚落 小美仿佛来到了一个一时空 在这里 小美看到了窥视之谋的前身 原来这窥视之谋并非故意害人 自从战国时期 她被人害死后 就一直困在屡垒村 她一直注视着去过屡垒村的人 只为向他们求助 虽然这种求助方式看起来很恐怖 回过神来的小美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老王 并表示要去一趟小山村 帮助那个王林完成心愿 老王一听 主动把当初女孩用来镇压窥视之谋的法器交给小美 小美按照计划来到了小山村 刚走进去 就遇见了之前见到的王林 王林刚要瞪眼 小美连忙拿出法器 王林这才恢复原来的样貌 微笑着给小美带路 然而一路走到小山村深处 小美也看到了王林的过往 原来当年王林和妈妈都是云游者 镇压王林的法器正是妈妈的东西 两人留宿在小山村 却被村民残忍杀害 最后埋在了祠堂外 深深的怨念创造出了窥视之眼 给小山村带来了灭顶之灾 最后小女孩被孤独地埋入泥土之中 小美仿佛在看一场电影 她有些伤感地把项链放在地上 这是女孩妈妈的遗物 或许可以带给她安慰 可很快小美就发现女孩要的不是项链 一双黑手从泥土里钻出 然后女孩的头也露了出来 她嘴里一直念叨着妈妈 随后将小美拖入泥土之中 一年之后 小美的男友痊愈出院 她把自己和小美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失明的男友摸着原本 要给小美的求婚戒指 不禁潸然泪下 她不知道的是 小美已经成为了新的窥视之谋 正死盯着她看 这一起去第十举 男友摸在下 大 cinema 大 MOD 火球 小美的主要 炅监者